他们是怎么用,实际的看他们怎么用 我很幸运的能够在网上找到真实他们运作 他们录你家里,我们给你们看 今天要跟你们谈的这个系统是叫在家工作系统 它的名字叫在家工作系统 不是叫你待在家里就可以赚钱 它只是一个名词而已 只是一个名词,只是叫系统的名称 在家工作系统的魅力在哪里 基本上就是,如果今天我把你们任何一个人丢到 丢到一个不认识的国家 你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全部是陌生人 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都可以生存 如果今天你能够掌握这个系统的话 只要那个国家有全美存在 你身上不用任何一分钱你都可以生存 你都可以存下来,你还是可以卖全美的产品 只要你能够掌握到这个系统 好,那这个系统你学会过它有什么魅力 它魅力在于就是你今天只要走出去 走出这个房间 你见到眼的人都是你的顾客 你见得到的人都可能会成为你的顾客 它有这样的魅力在 所以你就不会有你的那个 name list prospect list的那个问题 因为每一天你遇到的人都可能会变成你的顾客 这就是它系统的魅力 好,现在没有讲这个系统之前 我要你先了解这个系统它是有一个基础概念的 它有一个概念去构成的 它的概念其实是一个funnel 它是一个funnel system 意思就是说 你每做一个动作都是在删除顾客 都是做screening 你每讲一句话都是在做screening的 如果这句话它的反应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人不是你要的 就screen了 其实你派的这个传单如果他不要 这个就是你不要的 所以一直screen一直screen 到最后如果能成交的话 那就是你funnel下来就要的 所以它的广告 它的传单 它的DS的效果 它的那个电话邀约 它的讲稿 全部都是在讲过滤 都是在讲过滤的 只是你能不能够做 做那个量做到够大 你的funnel要有效果的话 就是你的量要大 你的传单要有效果的话 它是有一个统计学的 你每一天传单一出一定要有1000张 不然不要看 没有效 因为它是一个funnel system 你1000张传单出我们的经验 一定会有一到两通电话打进来 好的传单 你看我们曾经design过一个传单 是洞灵收购的 在马来西亚 是钱来的 马币50块 然后写chonto 就是sample OK 放在后尾就是在家工作系统 赚钱的生意 所以我们在路边派了 人家以为我们派50块 所以每个抢出来拿 结果后尾放到原来是假的 但是 他会抢过来拿 如果今天你在新加坡派传单 有人要拿吗 但是这个flyer 是我们其中一个成功的flyer 我们派出1000张 会有十多个电话回来 然后会有五六个愿意来到OVP 然后我们能够签到三四个人 一场OVP 我们不会没有人来OVP的 OK 所以 这就是我们传单的效果 一定要1000张 因为1000张不要装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这是这个系统已经证明了的 你派900张多 都不会有人打给你 你一定要1000 OK 所以你要跟这个系统 在跟这个系统之前呢 你要做计备动作 为什么我之前跟你讲 这个基础在念呢 因为很多人做事很奇怪的 他会跟你 你会给他建议 新下线进来了 你建议他 不如我们派传单 他会跟你讲什么 没有笑的啦 他会跟你讲没有笑的 不如登报纸 没有笑的啦 没有人会call的 不如去外面 找一些陌生人谈 没有笑的啦 谁会理你都不认识你 他是不了解这个基础概念 不是没有笑 是你的量不够 不是没有笑 是你的量不够 因为那个 那个量就是需要1000 才会有效果 OK 好 这样在预备的工作 基本上我会 需要你们做准备的是五样事情 第一 你的传单要准备好 要学会计算传单 传单不用很大张的 你知道吗 你准备到三个 我会准备到三个 OK 这是我在新加坡拿到的 呃 我们用的Flyer 的Size 所以很便宜 不用彩色 很便宜 有没有笑 1000张就有笑 你做五百张有没有笑 不要做 你现在讲如果做五百张 不要做 你每天要1000张才有笑 就这么简单 OK 他的成本多少 不到一分 以前这是我用的 比这个还笑 省钱了 OK 有没有笑 1000张就有笑 你要做1000张 OK 我本来有那个 这是事业啦 你的传单一定是要有两种 一个是事业 是一个传单 一个是产品 为什么要有产品传单 为什么 因为你刚开始传销这个事业 你要生存下来 你要现钱 你要快 所以你要卖产品 但是你不可能只是一次卖产品 你没有组织 你很累 你也赚不到很多钱 你可能卖几万块的货 诶 诶 但是如果有一个组织在 诶 你越做越轻松 所以你不能够只是顾着卖产品 而忘记你的事业 的Flyer 所以新人进来 我们的percent是八十二十 八十percent的传单应该是产品 二十percent的传单应该是 你的事业 你要这样子做 这样子两倍都有运作到 ok 然后再来 你一定要准备你的见证照 你在传销这个事业 你有两个见证是一定要有的 不可以没有 你一定要有两个故事可以讲 一个就是你产品的故事 你要会讲你产品的故事 人家一问到你就会讲 很流利 你要有你的事业的故事 你的事业的故事 你的事业的故事 有些人跟我说 我做了两年 但是我其实没有赚了多少钱 我可能一个月才两百块 但是你可以包装你的故事 你可以包装你的故事 我等一下会教你怎么包装你的故事 如果你赚了很多钱 就很容易 这个故事很容易写 如果你赚了钱不是很大的话 我们也可以安排到 你讲出来的时候 那个故事也是有影响力 你身为一个家庭主妇 以前我要钱的时候 要跟我老公拿钱 身手要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赚 进入这个在家工作系统过后 我学会了一套系统 我每一个礼拜用两个小时的时间 跟朋友谈产品 我的月收入是两百块 保赚保赚 有什么怕他做两个小时 可以赚两百块的 一个礼拜只做两小时 有点轻轻松松就能赚钱 所以你要包装你的 那个见证故事 所以要学会说见证 学会说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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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见证要简短 精准 然后你要有见证照 就好了 它的power就在那边了 你要学会DS的话数 在家工作系统呢 其实它是有两块的 一块是在internet 今天internet我把它抽掉 可能不太适合你了 我把它抽掉 我只谈地面作战而已 地面作战的话 你一定要学会DS 你一定要学会DS 只要你能够学会DS 今天你出去外面见到的人 都是你的prospect 你一定有本事跟他拿到电话 但是你一定要学会DS的话数 今天就要学会 ok 我聊一下 DS的话数 我今天不会再跟你们谈了 因为基本上 你们全部去过Ruchel 对不对 是吗 就是了 你们应该会DS的话数 你再讲一下 ok 我可能会讲 代过一下DS的话数 然后你一定要学会经文 经文是我以前的经理教文 他以前是传销 到我不是传销 他以前是保险界的top recruiter 他去哪里都可以recruiter 他就是用经文 等下会给你们讲 什么用经文 ok 所以传单是一粒星 见证照呢 是三粒星 我一直跟所有的人强调 你一辈子当中 在你的传销线 你只有一次机会拍见证照 就是你before你用产品之前 你一定要拍 所以人家一直给你拒绝 我不要啦 不好意思 没有不好意思的 你either要做 跟不要做 你现在就要拍 以前我们被逼的 我们要脱衣了 我如果回马来西亚 我会拿我脱衣的照片给你看 我就是大大客 不然你不要做 不然你不要做 我上台跟我讲 不然你不要做这个事业 你either要 也不要 所以你就脱咯 你要是怎么办 一辈子穿 短一点 ok 但还是有穿 也是要拍 为什么啊 因为你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而已 你一定要拍 才能参与这个事业 所以见证照是非常非常之重要的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见证照 你想象一下 你们在座这边 所有的人 是不是都是全美的用户 是吗 你们每一个人 有没有竞争照 ok 你们心里知道 但是如果今天我来到这个厂子 我是新人 我是新人 我刚刚进到来这个厂子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产品 跟这个公司 我坐下来听你讲 产品很好 你们用化 专业的知识跟我分享 很好很好 我心里会有一个问题 是很好啦 但是会不会有效 会不会有效 我不知道有没有效 ok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它说 全世界的消费者的心态 它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他不想成为试用者 我不想成为你的试用者 你要告诉我你这个产品 谁用了有效 我才相信你 我不想成为你的百老鼠 我想知道 哦原来这么多人用过 就好像你去买一本书 你看他的封面 你看他的封面 你都不认识这个作者 你会买这本书吗 但是你看后尾 他有 什么 呃 OK Robert Teosate Suggest 这本书很棒 看了过后 启发我 你会不要买 Viu Geese 这本书是我人生当中 看过最棒的书 你会不要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这些名人都用得很好 因为他们已经成为白老鼠了 你也不想成为白老鼠了 你的顾客也不想成为白老鼠 所以你要给他足够的见证照 你就能够卖产品 OK 我先给你们谈开局的话术 那你可能 开局的话术 可能比较适合 跟原本认识的朋友用 你会发现到 有些时候 有个情况会发生 你要约一个朋友下来 喝茶 你不会直接跟他说 你要讲传销 对不对 你会跟他讲要喝茶 喝下 但是你跟他聊了半个小时 聊天聊地 你找不到借口插 转去讲传销 对不对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是聊 一直聊 就是不知道 怎样切进去讲全美 对不对 我只是讲麦卡产品 但是不懂怎么切 如果你学会进午餐 你就会切了 怎么切 我示范给你看 你遇到一个很久不认识的朋友 欸 哇 阿旺 看你越来越好 最近 通常人家怎么回答你 欸 Kim 我和你聊到不错最近 啊 发达了咯 只有啦 心理状态 他不会讲 对啦 我发达了 有人这样回答了吗 他一定讲 没有啦 不可能啦 Kim 真的咩 是咯 为什么会这样的 为什么你觉得 你做肉包 其实这个都是 每个人心里的内心 可能找人说 欸我做得很好 这个就是 OK 他会说没有啦 你就马上接他 不可能啦 不可能啦 再挖身一点 不可能啦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这样的不好 不可能的嘛 你一定很好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你觉得你不好 哦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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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累 他就上钩了 每一次 他会 你跟他讲 哇 你用Postive来勾他 你越来越美咧 哇 我看你做文艺越少 他讲什么 还好啦 没有啦 还好啦 那你们可以 哦 我才会越来越美 我看以前 你这时候文艺越少的咧 以前比较多咧 没有啦 哦 这样你哪里还不好咧 你讲到很奇迹哦 他不用太动 听得到 OK 关掉 OK OK 基本上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 你们要用好话去给他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会说没有啦 他会不好意思啦 正常人来讲 除非这个人 哦 他有一点问题 他会说他很好 OK 当他一讲没有很好的时候 你就要接 不是咧 为什么你都没有你不好呢 不可能的嘛 你一定很好的嘛 所以他会说什么 哦 可能其实我 我刚才有一些事情 他会开始讲我 最近我比较累 累 就是你的切入点 累啊 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累 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觉得你自己越来越累 嗯 少了我啊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越来越累 哦 所以你 每天都很熬夜 熬夜啊 其实Kim 讲真的啦 如果有一个产品 能够帮到你的累 你们想不想知道多一点 哦 我想 懂怎么签吗 懂怎么签吗 用他的话签回他 就叫金五门 用他的话签回他 但是你开头 一定要讲他很好 我以前 有一个下线 很奇怪 他很喜欢 低其他传销公司的人 给我谈 我很累 让你时间 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所以他带了一个 A公司的过来跟我谈 那个A公司坐下来 就一直讲他公司很好 公司系统好 产品好 公司背景大 OK 全部给他讲到完 OK 我知道没机会了 但是我想要耍耍他 我说 欸对 我觉得A公司不错 产品超棒 系统超棒 像你这样 五个人听错了 不错咯 他对我 没有啦 没有啦 这个产品 其实也是有些问题 公司 欸 你不是说人好吗 没有啦 其实我还刚开始而已 哦 是这样啊 哦 OK 我一直挖他的不好 他一直讲 不是我挖 是他自己讲自己的不好 哇 我这个问题不好 那个问题不好 我又遇到这个公司而已 这个产品又怎样 OK 我就看着我的下线 千万不要作业公司 不要作业公司 不要作业公司 我没有这种问题 OK OK 只要你讲他的好 他就会跟你讲他自己的不好 这就是金武文的魅力 用他讲他的不好 来 来切你的产品 如果你今天讲他的样子很美 很美 很美 其实我还有一点点那个 娱乐文 娱乐文在那里 噢 思宏 我看一下他的照片 好像是有点娱乐文 欸 其实啊 可以不讲真的 如果我们所有的产品 是能够帮到娱乐文 你会想要知道什么 会不会觉得切得很自然 OK 金武文就是切得很自然 OK 杀人于无形 以其人之道 还自其人之身 让他自己说出自己的不对 OK 一出刀就要健全 这就是他们以前美国人的方法 保险 他们美国人的话就是这样 OK 金武文 OK 当你学会金武文 金武文是给你开局的 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人 要怎么去切 你不可能一开场就切产品了 可能你要跟他先 呃 弹一下 谈一下他的背景 认识 熟悉一点点 但你一要切的时候 就用金武文切 他就很顺 你切的那个路上很顺 转得很快 OK 见证 在我们那边呢 我们只讲五句话 我不要你讲多 只要你讲五句话而已 所以叫五句真言 我是 什么名字 来自哪里 或者是你从事什么行业 都行 我来自 以前为什么我要放我来自 因为以前我们是国际公司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国家的人 所以说我来自马来西亚 我来自印尼 可是全美也行啦 也行 我发现你来自 阿琳达来自印尼 我可以讲我来自印尼 OK 我来自印尼 使用产品前 什么问题 使用产品前 我的高血压是 三百 下面两百 OK 应该马上进医院了 OK OK 使用产品两个礼拜过后 我的血压跌回 一百 二 八十 正常 感谢全美公司 就下台了 OK 等一下我可以播一个影片 你看他们怎么讲 他们讲最后这句话 一定是很兴奋的 感谢全美公司 下去也好 OK 然后他们是排一排长长的 你要给你们看 他是排队 一个个上来讲的 你只需要讲这五句话 就够了 你只要讲这五句话就够了 不要上来跟我说 你有几个孩子 然后你扶你的老公对你怎样 那些不重要 OK 那些你自己留下来讲 你上来只要分享这五句话 你一辈子在传销的事业有多少个见证 两个 两个 这是你的产品分享见证 下来是你的事业分享见证 那通常呢 很多人不会用这个 事业分享见证 他觉得他不好意思 讲我赚多少钱 对不对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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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两次赚多少钱 很多人会过不了这一关 你觉得 所以我要告诉你赚多少钱 等下我出去会被大家抢 OK 还是不要跟你讲好 我会建议你 打开你的心 不能讲你赚多少钱 打开你的心 你的事业 见证 可以变得很美 我可以帮你输到很美 不管你赚多少钱 赚十块钱 我都可以把你输到很美 但是你要敢讲 我们以前台前面的人 同时我们是有系统的 赚最少钱的人要排第一个 赚最多钱的一定要在后裏 为什么 因为来场 来场子 听事业分享的时候 不是 来场子听事业分享的人 有些人心里只是想 我只想part time而已 对不对 有些人来到 他就是企业家的心态 我就是想要赚多少钱 我就是要做大生意 所以我要看你赚多少钱 赚十块没兴趣 赚两百块没兴趣 不赚两万块也可以考虑 所以你不知道下面的人 头脑是在想什么 如果你这个场子 有从一百块赚到两万块的人 都在不同阶层的 你就很容易close他 因为很容易拉近距离 要part time的收入也有 要full time的收入也有 所以那场子要多人就是这样 ok 很简单的 怎么讲事业分享先生呢 我是谁谁谁 我是全职还是兼职 从事全美事业的 加入全美前呢 我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可能是一个建筑工人 我以前上线是修水管 修水管 从事全美多少个月 你可以分成两块 从事全美的三个月呢 我的收入是多少钱 现在从事全美六年了 我每一个月的收入是 很大声的说 一个费格 感谢全美公司 就这里 没有别的 你就可以下台了 ok 就这么简单 ok吗 很简单而已 只要我给你看影片 ok我给你看影片